如果大家平時坐太久或站太久的話 其實可以嘗試熱敷或按摩舒緩小腿肌肉繃緊的情況 至於說到熱敷的方法 我們一般會建議用暖水袋 又或者是冬天所用的暖包 拆了包裝之後用毛巾包住去熱敷環柱 又或者我們可以用暖水浸腳 浸腳的時候記得水的份量要去到小腿的一半 而是中醫的角度用這個方法浸腳的話 是可以促進小腿的氣血循環的 其實在臨床上經常有病人問 醫師究竟我何時做冷敷、何時做熱敷好呢 其實在冬敷來說一般是急性期 我們以咬柴為例 初初咬柴的時候 局部的懷關節會有紅腫熱痛的情況 我們想盡量去減低腫脹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冬敷 但是過了一兩天之後 我們就會轉用熱敷 因為就是需要加速局部的氣血循環 而去消腫或者是一些消炎的作用 至於剛才我們說過了 小腿的腫脹或者是水腫 其實是有一些我們的長期慢性勞損而導致的 所以一般我們小腿的問題 一般都是建議熱敷好了 除了局部熱敷小腿之外 尤其是一些比如說手腳容易冰冷的人士 在熱敷之後可以喝少少少黑糖薑母茶 再加強多少少氣血循環的效果 希望這幾集腿部小知識的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 了解自己身體拍出的景色好 以及在中醫的角度 如何做一些舒緩的方法